大家好,又是智翠芳为大家介绍 智力玩具分享时间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这份教具 叫做Mondarin Box 它一共有四套不同的系列 现在我用红色的这套 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示范 现在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它们如何开合 在这个正方形盒里面 在你们的前方有一个锁头 这个锁头是比较特别的设计 刚刚到水平位的时候 开开,便会看到整套组件 而当我再令它做反方向的时候 就是一共有四个格子 让大家去安放不同的挑战题目卡 让我现在拿第一张出来 这个玩法很简单 第一件事 我们将所有的组件 全部放出来 让我介绍一下这个读图 每一张卡 挑战题目都会有三个 黑色长度不一的组件 这三个组件是障碍物 首先我们要跟回题目的要求 将这三个障碍物 放好它指定的位置 就像现在这样 第一个正方形 就放在这一格 第二个长方形 短块 我就放在这个方位 而最后那块 我们就放在这个方位 现在我们就要将它动动脑根 将手头上剩下5块块 就要密铺在底盘上 现在就让我示范一次给大家看 现在就完成了 根据第一条题目的指示 三个黑色点 放在它要求的位置 然后将八块不同的面积组件 安放进去 就像这样 我们就完成了第一条题目 除了刚才的个人画法之外 我们这四副Blogs 可以同一时间做2-4人对战比赛 因为每一块的组件 每一个Blogs 都有八块相同的组件 只要我们用一个比赛的形式 游戏卡放正中间 接着我们花5-10秒钟的时间 安放黑色的障碍物组件之后 我们就可以大家逗快 哪一位最快顺利完成了 那条题目 就为之胜方了 就提一提大家 我们四个不同颜色的盒子里面 那88张的题目卡 大家都是没有重复的 那我们如何识别呢 就是每一个盒子 它们的面是什么颜色 它们的题目卡 就会对应 例如是蓝色盒 它的数字底色是蓝色 黄色盒 底色就是黄色 如此类推 提提大家 当大家收拾所有组件的时候 白块组件 三个黑色障碍物 连套整套卡 放好之后 记住要把保险锁 封在正中间的位置 黑色的对着正中间 就确保它们 可以紧扣 就方便大家收纳 而 这四副的组件 我们这四副的Puzzle Set 我们将会在书战里有得买的 到时见